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晚安 我是志诚 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想要来跟大家聊的主题是 如何能够不被小伙拐跑 那我不晓得你看到这个标题会怎么想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都学了奇迹课程还会被小伙给拐跑吗 答案是当然会 当然有可能 或许你有听过一句话说 如果小伙不能阻止你去学奇迹课程的话 那么他就会陪你一起去学奇迹课程 那怎样是陪你一起去学呢 就是在你读奇迹课程的时候 就是他会去扭曲奇迹课程的意思 然后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去解读 而且其实一直以来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看到有很多人都会用这种自以为的方式 去解读奇迹课程 那当然这个也就无怪为什么 之前读肯恩的书 他就常常会在书里面就去讲到这个情况 然后也是提醒我们吧 那为什么会用自以为的方式去解读奇迹课程呢? 主要也是因为啊 奇迹课程这部书他讲的东西 确实是真相 那他确实 特别是我们经过修炼之后 有很深的体会 因为以前也接触过其他的法门嘛 那相对于大部分的法门来说 他把小伙看得太透了 然后他是真的要把小伙点根挖起来 他确实会大大的加速我们回家的这个速度 但是这个呢 同时也会对小伙 当然是构成莫大的威胁 所以小伙他一定是处心积累率的 要去抗拒到底啊 这个我们就可以了解 OK 那你说怎么样的是叫做自以为的方式去解读奇迹课程呢? 你说了就算吧 这是不是听起来太武断了? 怎么能够去判断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管你对哪一句话做什么解读 你要把它放到整本奇迹课程的理论框架里面去看 那如果说你这个解读呢 只在你这里试用 只在这句话上面试用 甚至连这整段都没有办法跟它连接起来的话 那这个解读肯定就有问题吧 就是你一定要去符合整个奇迹课程的框架 这个不管是不是读奇迹课程的 总之读书的话 假设这个书他是前后首尾一贯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必须要这么去读书吧 要不然就是在胡扯吧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用自以为的方式 去解读奇迹课程 OK 那么 之前我所看过的一些 比如说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人 试着把奇迹课程拿去干什么 去搞这个心想事成 但是这个心里面想的并不是死相 可是幻象 可能把奇迹课程拿去追求 比如说是金钱啊 事业啊 感情啊 婚姻啊 身体的健康啊 等等吧 那这个当然就不是奇迹课程的原意嘛 这有可能你学奇迹课程 学到一阵子之后 你自然而然的有了这些东西 但是他还是要提醒你 这些东西仍然是幻象 仍然是你要去放下的 那如果说你没有 本来这也不是奇迹课程 这个我要给你的吧 所以你还是能够平安 OK 那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那还有之前我有一个学生 早期吧 然后早期的学生 他本来上课上的好好的 结果有一天来呢 他就拼命的去坚持 就说这个 其一个人他说这个个体的心灵啊 个体的灵魂是存在的 他就不断的去坚持说 而且他还引经据典 就说这个 你看奇迹课程里面 他讲到这个上主之子 有些地方 他是分明是用复数 英文是用复数 Sons of God 那其实仔细去考察 就是你去听他的描述 就是他为什么会特别坚持 这个个体的心灵 个体的灵魂 这个个体性还是存在的呢 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了 因为他是一个爱猫人士 然后他家里面养了很多猫 他很喜欢这些猫 然后他不太能够接受他的猫 到天堂去之后啊 这个猫格 就像我们的人格 就不见了嘛 然后 这只猫的灵魂 跟那只猫的灵魂 就全部都化为一体 全部化为乌有了 一体的话 这个没有个体性的话 你就认不出来哪一只猫是哪一只猫了 对不对 你就认不出这只猫本身了嘛 他觉得这样不行 当然这个解读就有问题嘛 为什么 因为奇迹课程里面 他虽然的确有的时候 会出现sons of God 就是上主这只猫 可是呢 奇迹课程也曾经不止一次的去强调 God has only one son 就是上主只有一个圣子 而且他强调过很多次 那你说怎么会一下子又是只有一个圣子 一下子又圣子门呢 其实你仔细去看一看他的原文 大家会明白 他只是为了文法上的需要 因为这个是英文的表达方式 就是需要有这个单数跟负数的区分嘛 那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所看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这些人 然后不管是你的谁 认识不认识的 其实他们都是 他们都是上主之子 那这个英文里面 他们都是上主之子 那这个上主之子 就得要写成是 就是sons of God 这只不过是文法的需求而已 那奇迹课程倒是很清楚的告诉你 就是在这个天堂里面是没有自我概念的 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个体性嘛 他是完完全全一提的 然后又跟你强调只有一个圣子嘛 那这个其实就讲的不能再清楚了 那所以奇迹课程他自己也说 就是任何的词语啊 其实都没有办法是百分之百精确的 但是以我看奇迹课程的预言 已经算是很精确的啦 就是跟我以前读过的很多书来比一比的话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幻象没有完美的 那语言也是幻象 他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精确的 所以奇迹课程就会跟我们说 你如果想要 想要搞事情的人啊 想要寻找争端的人 就会找得到争端 那但是愿意透过文字 作为工具去学习 然后去澄清真相的人 他也一定会学习到真相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是心态的问题 而不完全是文字的问题 OK 那么这些其实都是被奇迹课程 然后就是包括当事人可能还浑然不觉 然后甚至你试图去修正他的时候 他还会非常的抗拒 这样的例子其实一直都有 那包括之前有遇到过奇迹课程学一学 后来跑去邪教 参加邪教也有 OK 那我想说的是 即使我们在学奇迹课程 小伙其实他还是会常常的 基本上是每一天他都会跑来 然后试图要来试探你 试图要把你拉回去 然后试图要把你拐跑 然后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真的在学奇迹课程 你真的有投入在学 就是有在操练这个一天一刻 有在研读正文的话 那我想我讲的是一个事情 你应该也不会觉得太陌生才对 你应该确实会有感受到小伙的一些活动 他的一些蠢蠢欲动才对 那有人就说了 那个小伙都是幻象 那既然是幻象 你干嘛防备心那么重 一定要在这边 就是一直在那边看小伙 然后甚至你战战精进的在那边看小伙的时候 你不就又把小伙给弄成真的吗 都是幻象吗 有什么那么重要吗 都是幻象吗 有什么关系呢 无需如此 对不对 不过我们要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小伙他虽然是幻象 但是毕竟我们 我们还没有打从心里能够认出他是幻象 就像我现在打你一拳 你还是会痛嘛 表示你还没有到达耶稣的程度嘛 那如果是耶稣程度的话 那你讲这个话就到了 那但是我们就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们还是得要对自己诚实一些吧 那么从我们时操的经验看来 然后再去结合其各种的一些内容 你会发现小伙 虽然只是一个妄念的这么一个思想体系 但是他确实也蛮贼的 然后他常常会变出不同的形式 然后试图要骗过你 然后甚至他假装他是很有爱的 假装他是你的朋友 甚至假装他就是圣灵 就是上主 但这个并不是说你就要活得战战兢兢的 然后每天都活在恐惧中 然后天天都在想说 我什么时候又要被小伙儿拐跑了 小伙儿又怎么样来试探我了 并不是要这样子 那奇迹克人他所说的事情 我们用奇迹克人的话来讲 叫做警醒 那这个你可以在证文的六支五里面 找到这么一句话 就是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 那这个警醒的原文是Vigilant 那这个Vigilant呢 其实就是守夜的意思 所以你看嘛 就是引申为警醒的意思 那这个警醒呢 特别要注意的是 它并不是要你满怀着恐惧去警醒 它只是要你对自己的内在状态 时时能够保持觉知 那你会发现经过练习之后 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 也就是 时时都能够对内在状态保持觉知 但是 但是并不会因此掉入恐惧 而且你如果去读一下这个六支五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个所谓 对上主及其天国保持警醒 是这个标题 但是你读它的内文 你会发现 它是在贴心你 要对下国保持警醒 那原因就是我上面所描述的 那我们这堂课呢 也是要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说 怎么样的去 不要被小我拐跑 好 然后各位就是说 如果最近在学习的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是也都很欢迎你们 可以在右边的讨论区留言 然后 然后我等一下会留些时间来跟大家交流 好 那首先呢 我们来讲第一点 就是 心态最重要 心态最重要 心态是最重要的 好 那从我刚才举的 这个之前学员的例子 大概你也可以感受得出来 OK 那么 其实为什么会被小我带跑呢 无非 还是心态的问题 也就是 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想要解脱 我们还是很想在幻想里面去抓住一些什么 比如说猫的灵魂之类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 就是给自己提醒 就是 任何有形有相的东西 终归都是幻想 然后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奇异客人 主要要我们去寻求的东西 奇异客人永远要带我们去找的是实相 而不是幻想里面的任何东西 那只要是有形有相的 只要是跟有形有相有关的 很多人以为这个有形有相 只是物质层面的金钱啊 甚至身体啊 房子车子这些东西 但是任何跟有形有相有关的 也是有形有相的范围 那包括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啊 包括道德啊 因为道德是二元对立的嘛 而且也是常常在改变的嘛 所以它当然也是属于幻想 然后包括你的名誉名声啊 包括你这辈子有没有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啊 包括等等等 这些都算 包括别人怎么看你的眼光都算 那如果这些都是有形有相的 也都不是永恒的 也都是奇迹让我们去放下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 要抓稳的一个东西 那这样的话你就比较能够去分辨说 怎么样的是想我跑出来想要去抓幻想 然后怎么样真的是跟着圣灵走 就比较好可以去做判断了 那我觉得非常必要而且也很好用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常常去满心自问 就是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这个其实也是奇迹课神大概 他在他的课文里面问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们再更具体一点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说 我们想要的只可能有两个 一个是跟小火去 一个是跟圣灵走 那小火要带你去找到的 当然就是幻想幻想 以及更多的幻想 然后圣灵是把我们往石像的方向去带 然后这两个 以及小火跟圣灵 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清楚了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你到底想要跟谁去 这个就是到底想要什么的内涵 这个问题的内涵就在这个地方 他并不是在问你说 你想要的是这个幻想还是另外一个幻想 这个幻想有没有比另外一个更好 不是这个问题 他是要问你 你想要的是 你是更想要是实相还是幻想 更想要的是小火还是上主 那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心态弄对了 方向弄正确的话 那么基本上你就很安全的来 但是心态这个东西 它说起来还是比较抽象的 而且很容易有各自解读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底下还是要提供 比较具体的一个做法是什么 但是当然首先我们谈的还是心态 因为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个我会强调的 就是说 讲到我们前面读课文 你在研读奇迹课程的任何一句话的时候 都要切记不要去断上取义 那这并不是说任何一句话都只能有一种解读 那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 有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些话 或许可以有不止一种解读方式 但是也都符合奇迹课程的大框架 那这个基本上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那么我也没有说起一个人任何一句话 他一定都是真理啊 都是圣旨啊 我不觉得是这样 可能他也不觉得 但是主要还是因为啊 这些年来实在是看过太多自以为的解读方式了 那当然也有不少学员 可能各位就有啊 就是听了我们的课文讲解之后 或者听了我上课之后 有一种恍然大物的感受 发现说原来他这个写的是这么个意思 然后原来自己以前解读的是很有问题的 那这个可能是 就是说比较学心学习的同学的话是这样的 那当然我们刚才有强调了 就是说这个解读的一个重点嘛 就是说你的解读 总之要能够符合奇迹课程 他前后一贯的阻值嘛 他的这个大的框架嘛 理论架构 那如果你这个解读 然后就得要否定奇迹课程一半 那这个当然就会有问题嘛 那奇迹课程他的一个就是说写作的方式啊 确实也是啊 就是有的时候你光光要解读 哪怕是一句话 哇他都要牵连到大半部的奇迹课程 这个是他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你对奇迹课程的整体越熟悉的时候 哪怕你只是读个那么一两段 甚至一两节 你都可以感觉到你好像把整本奇迹课程 就都读了一遍 那这个时候就说你去研读他的课文呢 就会更有价值啊 好 所以我们强调的啊 就是说这个解读要严谨 否则就会变成前后不一致 而且因为奇迹课程 他谈的是真相的东西嘛 那真相这个东西啊 特别难搞就是因为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 那这些年来其实也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 那所以 就是我们在教学方面 然后在解读课文的部分 都会尽量的严谨 OK 那么 一直以来也有些同学就是 他觉得证文比较难 所以他就不读证文 他只做练义重测 不过这个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证文是理论架构 那就好像移动房子的钢筋吧 那如果说 你这个只做练义重测的话 就等于是你盖楼 可能会越盖越歪 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但这个证文呢 确实比较难一点 那也为了帮大家 可以更好的去啃下这一块硬骨头吧 所以 之前啊 我们也花了将近有四年的时间 就是包括我跟我们团队 那我们把整本奇迹课程几乎啊 几乎都讲过一轮啊 然后 这些材料 都在我们的网站 还有公号里面 而且全部都是公益的 但这个公号啊 最近有点点小问题啊 因为有人去恶意检举啊 就说我们引用了课文啊 然后 所以我们现在不得不 把很多东西先下架 然后再重新的去 就是邵华正帮我们努力的 这个加班加点啊 努力的去发文 所以现在大家可能看我们公号 会一天有发很多文 就是这个缘故啊 不过我也没有去定罪这位弟兄啊 就是 好在这些年来修炼啊 所以也是我就是平常心去看待 那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个事情 那我们也不定罪他 不过目前在我们公号啊 大概 绝大部分的这个课文跟课文节目 都是有的 那么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 很好的一个学习的 学习方面的帮助啊 请各位一定要好好利用 好 那么 这个读课文呢 我向来强调它是蛮重要的 因为 虽然说课文文字的东西也是一个象征 甚至按奇迪克人来说是象征的象征 然后据说离词像是两倍的距离 不过 不能否认啊 就是语言跟文字 还是我们目前能够使用最好的一个工具 就是表情达意的时候啊 还是属于最好的工具 虽然说它不够好 但是目前 我们能够有的最好的 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尽量严谨的去解读 然后 就是尽量不去断章取义 好 那然后尽量去跟随 圣灵 然后去解读 好 那因为这些课文啊 奇迪克人的课文其实写得非常的细致 也写得非常的深刻 好 那它会不断不断的去修正我们的一些 你可能原本没有注意到的错误思维 好 那这个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小文它就是很会转漏洞 那所以你这个网要知道够密 它才不会不小心转过去 好 那你只要愿意每天维持研读课程的习惯 哪怕是一两页都好 那这个就可以大大的减少 一些不必要的所谓的风险吧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遇过很多人 就是 其一个人根本就没有读过几页 好 然后但是就夸夸其谈吧 很会去 这个感悟那个感悟的去分享 但是就是你听一听 就发现这个楼盖的还挺歪的 几乎都快倒了 好 那么到今天 其实奇迹课程出现在这个华人圈 也有整整20年的时间了 那么 这20年来 其实陆陆续续出了一些周边书籍 可以说也还不少 不过老实说 就是这些周边书籍 有很多也不是很纯粹 就是有我讲的段障取义的问题 或者是说它里面写的一些东西 放到你整个奇迹课程里面去看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矛盾的部分存在 好 那甚至 就是有误导之前吧 好 那 基本上我的习惯 我不公开去批评 就是 因为我也不想去定罪这些人 那 所以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可以在我们群组里面问 或者 你不想挡人财路的话 那你也可以私底下问我 或者问我们团队里面的任何一位成员 都可以 好 这个讲到我们团队 还是 要夸赞一下他们 然后 他们 其实 我们这个团队是几年前就组建起来的 然后 他们学习到现在 我觉得每一个都 学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深入 然后 学得非常的正 所以 就是各位有什么问题 试一下问他们 我自己都是放一百个心 然后 我也都对他们非常的有信心 然后 也是真的因为有他们 所以我们 才能够 就是说 开课啊 然后 还有就是维持 网路上的一些讨论啊 然后群组啊 然后网站公号这些的 包括之前的这个课文解析啊 也是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才能够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 好 那我们闲话少叙啊 就是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些周边书里面啊 我还是 比较推荐各位多读肯恩的书啊 那现在起立中心呢 也基本上 是以翻译他的书为主啊 好像这些年 这两年比较没有翻译其他的老师 那肯恩的书基本上还是最正的 然后也是 我之所以呢 我能够在不到30岁就能够出来教学奇迹课程的原因 就是 他也是一个必要的元素 如果不是他的书的话 我得要多花很多年的时间 才能够把奇迹课程 吃透成现在这个样子 好 那么 下面第三点呢 我们来讲一下啊 就是说 这个效果啊 其实你会发现 你只要真的去修炼奇迹课程的时候 真的开始修炼的时候 他每天都会来试探你 每天他都会来诱惑你 然后他可能会变出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诱惑你 这种形式不行 就换一种形式 好 那这个是效果特别厉害的 很会搞事情 然后让你分心 好 在外面搞日搞那一个 然后让你不平安 让你又掉回去 好 好 那所以这个 长久的坚持去操练宽数 好 那这个 基本上 他还是不二法文的 好 那么 这些年来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会看到 有些人想要超捷径 好 学员也有 老师也有 不过基本上啊 一定都是空手而还的 其实也没有比真宽数再快的捷径了 如果你真的真宽数 而且你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话 那么这个当下 你就能够直接提升天堂的境界来 直接跟上午站一起来 那你说还有比这更快的吗 当然没有 所以你还想超捷径的话 就不免会掉到小窝里面去 这是肯定的 好 所以我强调的就是说 其实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去学习 好 那包括去面对这场生活中 非常具体的这些课题 不管是健康啊 不管是家人啊 金钱啊 还是什么的 然后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去面对自己内在的小我 就是那些黑暗面 因为这些黑暗你没有去面对 没有穿越的话 是永远不可能抵达真正的天堂的 OK 那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 就是说这个课文的研读啊 主要也是因为奇迪克人他课文 他会以各式各样的角度 各种方式来教你 怎么样去把小我给辨认出来 好 那虽然说 很多时候我们一时半刻 没有办法马上放下小我 好 可能我们还是蛮抗拒的 不愿意当下就宽恕 但不管怎么样 你有把小我辨认出来的时候 等于你就有了一个金钟罩 你就安全了 OK 也就是说啊 这个小我他常常都会来试探我们 诱惑我们 但是你有看到说 这个是小我 那基本上你就安全了 你就不会一直被他牵着彼此走 因为这个辨认本身就能够把你跟小我拉开距离 那你就不会再被小我给糊弄了 OK 那么 总的来说 就是小我要带我们去的方向 无非就是分裂 然后定罪 然后攻击 然后恐惧 然后死亡 然后杀戮 然后特殊性 他无非要带我们去的就是下列的这些 那所以 就是如果他来勾你的时候 那或者说一个念头跑出来 你不太确定 这个是小我的还是上主的 那么你就可以回来看一看了 他是不是这些列出来的中间任何一个 那如果是的话 即使一时之间你自我感觉良好 也就是说一时之间你是活的感觉还不错 就是赢过很多人 在很多方面赢过很多人 但是 这人是小我 然后总有一天 会在小我的世界提到铁板来 因为小我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那 小我他的 带我们去的方向一定是朝着远离宽数 远离圣灵 还有远离上主的一个方向 那这个比较可以帮助我们 去辨认小我 所以总而来说我们就是要学着在生活中去保持觉知 然后知道说 每一个念头到底都是从小我来的 还是从圣灵那边来的 那么奇迹课程的课文你多读多操练的时候 就可以大大的增强这部分辨认的能力 这个觉察的能力是极为重要的 所以 当然你学习一个人并不是小我 就推散了 是他天天都还是会来拐你 然后你也天天可能都会差出去一些 但是没关系 差出去就再把自己拉回来 其实 学习啊 修炼啊 就是这么一件事嘛 就是每天不断的犯错 然后每天不断的修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你都不会犯错你就不用学了嘛 所以一定要勇于承认自己会犯错 然后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然后勇于去面对这些错误 然后去修正这些错误 好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的内容了 那如果各位有一些想讨论的想交流的 都很欢迎你们可以再讨论去输入 那最后一样呢 容我做一个小广告 就是我们在刚好是今年的圣诞节的 平安夜的这周呢 我们又举办了第三期的一个线上 线上奇迹训练营 好 那我们设计的还蛮多互动的环节 那基本上 大致可以补足啊 就是没有开线下课的一个遗憾 那也请各位多包含 那之后反正如果打得到疫苗的话 就会立马出去上课了 基本上是这样 也很期待可以在线下课遇到各位 那这次的这个主题啊 是关于工作的 那也是关于生命置业的 那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影响到很多人的工作 如果不是丢了工作 可能也会被减扣薪水 然后工作内容跟方式可能有很大的改变 然后可能很多人也会因此面临一种迷茫的感受吧 就是不知道之后 这个何去何从 包括这个工作跟生活的安排 怎么样去做抉择 这个会是 就是我们这次工作坊的主题 然后我们也会陪伴大家度过平安夜 跟圣诞节 那这应该会是一个非常微信的工作坊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现在我们还在找鸟游会中 那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 然后还有教学网站里面 可以看到就是关于这个工作坊的一个详细的 那还有报名的方式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也很欢迎可以私讯我 那我都会来为你详细的解答 好那就谢谢今晚你的聆听 那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的学习能够有所帮助